疫情後世界各地旅遊業復甦 不止本地人 連一群工人姐姐都參加了 旅行團整裝待發 早前我們收到僱主報料 她一直都說她在儲錢去一個旅行團 近一年年頭已經跟我說 今年就要去 我預祝她會放下一個月價 她們去一個朝聖的地方 阿拉伯去不了 但現在又不退選 我們自己在香港打工 沒了六萬元也很吃力 很肉食 我放到姐姐幾千元一個月 Ari是梁小姐的孕傭姐姐 在香港二十年 幫了梁小姐也八年 除了她 其他孕傭姐姐 都在香港做了十年以上 為何要去阿拉伯?你們的宗教? 對,宗教和我們的妄想 就算一生一次都要去一次 而且這個旅行團每年只有一次 其實在香港做事 都是為了要去阿拉伯 即是在那邊朝聖 對 你們是怎樣找到這個旅行社? 其實是朋友介紹的 對 而且我們知道這間公司 之前每個人都用這間公司 而且我們只認識這間公司 這間公司 超聲團一年只有一次 Ari早在兩年前已經報名 其實參加這個旅行團 要付多少錢? 八萬元 補機票、酒店、吃東西 我們去到那裡二十多天 補這些 當時旅行社容許他們分期付款 只要出發前付錢就行 所以他們參加時間 和付款的數目都不同 我第一次付一萬元 中工現在付了六萬元 五十七千元在香港 2019年我付一萬元 一會兒我付八千元 現在二零二三到八萬元 超聲團原定義二年中出發 疫情關係取消了 之後二月收到旅行社老闆通知 今年可以成行 他們都超級期待 我們是這樣問 有消息嗎?有消息嗎? 我們付了那麼多錢 你說要付百萬元 我們都努力不斷儲錢 不斷儲錢 但原來五月中的時候 他說不能去 其實他沒有說原因 他給我們兩個選擇 一,你可以付錢 但五、六個月才 政府會付錢給你們 申請破產 對 然後第二個選擇 他們就說 那好吧,你們下年才去 然後我問他 那你肯不肯定 下年我們也會去 然後他說 我們也不肯定 雖然他們來了香港這麼久 但也是因為參加 朝聖團才認識 原定六月出發的 印傭姐姐加上超過五十位 給了團費超過三百萬 我也是很憤怒 因為我們已經付錢 然後他們解禁 然後他們不能再付錢 更快 我不知道為何他們騙我 大約二十天的阿拉伯朝聖團 每人團費要八萬多 收費是否合理呢 的確是有點昂貴 因為事實上 一個朝聖者去到沙地阿拉伯 就不是住豪華酒店 因為他們都有指定的功德要做 而他們一般的住宿 都是一些很普通三四星 甚至乎有些在郊外的地方 是住帳篷為主 據我所知 現在他們朝聖 一張往返沙地阿拉伯的 經濟客倉機票 都是兩萬多元左右 聽起來吃水真的挺深 在朝聖團群組 有工人姐姐要求旅行社老闆退錢 不過老闆回答 不會個別退錢 有姐姐說 不是他們要取消 亦不接受他提出的方案 老闆回答法庭見 老闆還跟他們說 旅行社和銀行一樣 集體退款只能由律師和法庭處理 再強調只有兩個選擇 之後大約五十位府主 再約旅行社老闆見面 希望可以順利解決問題 不過最後還是要報警 警員亦即時到場調查 報案的時候警察都說 這個大件事了 我們要工作了 一群工人姐姐 同時抑向印尼領事館求助 領事館會陪我們 幫我們到底 其實領事館有沒有幫你們查到 為何去不成功 有, 阿拉伯的領事館 告訴我們的領事館 原來我們的公司 這個旅行團 他就磨砍我們朝聖 我們每個人都很失望 其實辦理朝聖團的手續 比一般旅行團複雜多 一般的旅客都需要最少一年前 就開始預訂預預預預 而旅客來說要留意兩件事 第一, 他一定要去穆斯林 第二, 他要申請一個 去朝聖入境的批准 沙地阿拉伯政府 都有指定 在沙地阿拉伯那邊的旅行社 去幫這些旅客去預訂酒店 所以沙地阿拉伯也會發了一些牌照 給他們當地指定的旅行社 即使有一個批准 但沒有預訂一些指定的酒店 基本上都不能去得到 接下來的朝聖月 沙地政府預計大概一個月內 就有350萬人次入境 而在2015年的時候 因為曾經人數太多 發生過人踩人事件 所以之後加上三年疫情 所以沙地政府為了安全起見 都希望用這個批准和住宿 來控制有關入境的人潮數量 雖然旅行社老闆主張明年可以出發 但是業界都說不是百分百 加上不少印傭姐姐合約即將到期 今年是最後機會 去不到真的會抱含終生 有個朋友放在冰箱 有些朋友整個星期都病了 因為抱這件事 我們坐這麼多錢很辛苦 我們薪薪四千多 然後我們又要給家 自己先坐著 坐這麼多錢 才給我們回旅行社 如果他們這樣 我們真的很不開心 很失望 拍攝途中 因為這件事病了的姐姐再次不舒服 其他就算身體沒有大礙 情緒都極度低落 整個星期睡不著 她年紀很大 然後老闆可能也不會再聘請她 老闆請她是因為 等一會去朝聖 她差不多沒有審訊 所以她可能也… 哎呀,很慘 旅行又去不了 朝聖又救不了 老闆又不能再聘請她 之後我們發現工人姐姐的收據很奇怪 參加了同一間公司 不過是來自兩間旅行社 其中一間是專門搞朝聖團 除了香港,其他地區都有舉辦 在旅行社老闆的社交平台 她說自己來自埃及開羅 有20年舉辦朝聖團經驗 我們去到位於重慶大廈的旅行社了解 發現已經變成手機店 在旅行社交平台 什麼時候結合的?旅行社 很久了,一年了 半年之一年 被移民局捉過之後,然後走了 再去到位於附近商場的另一間旅行社 店鋪鎖了,再聯絡她打了幾次 我們嘗試打給攝氏的老闆 但也沒有人聽 在女監局網頁搜尋 其中一間牌照顯示到12月還是有效 另一間牌照去到5月,狀況顯示無效 不過更大件事的是 他們的收據 全部都沒有女監局的印花 一間持牌旅行社 而那張單是應該要錄印花 而旅行社沒有錄印花 她的確是違規的 如果將收據上沒有印花 而不幸那間旅行社倒閉了的話 應該就無法索償 就無法索償 很不幸,拍攝之後 Ari他們收到老闆通知 旅行社倒閉 連另一間店鋪也沒有 據說,旅行社老闆還專門名字 其實改名字 你不可以逃避到法律的責任 因為到頭來我們也看回 原本你干犯罪行的時候 究竟哪一個是主事人 或者哪一個是董事 如果有證據顯示 那些董事、控股人 或者公司的經理 那些人全部要承擔法律的責任 而那間公司真的破了查 你現在這些是完全沒有抵押的 你可以取得賠償的機會就少了 因為你排的級別是很低的 拘捕的人 你仍然可以向那些人 進行一個索償也可以 不過又要看 究竟那些人有沒有能力賠償給你 在訪問過程 Ari一直是表現得最樂觀 誰知最後忽然哭起來 就是我的老闆 因為我僱主說,姐姐我沒有錢 我沒有錢幫你車律師 我可以幫你就是幫東壯西望 我僱主也會打電話去旅行協會 他就會幫我們約了時間見面 我也很感動我那個老闆 對你很好 是 我謝謝他 謝謝他 謝謝他 我們就事件向女監局查詢 回覆表示,此派旅行代理商 沒有就以收取的外郵費繳付徵費 及發出徵費印花收據 屬違反條例及指令行為 如事件涉及刑事罪行 會交由執法機構跟進 至於會否獲得賠償 表示正案條例跟進 現階段不評論